菩提心与佛力的加持 让宽如法师能够世界红法不疲累 功德山宽如法师到世界各地红法立身行之有年 每个月几乎有15天以上的时间都在国外 如此的奔波劳顿却不显疲态 宽如法师开示 因为菩提心与佛力的加持 让他能甘之如頤 这个养习也就是菩提心 当然这是自立利他佛力的加持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要推动佛法 是处在一个感恩心 感恩诸佛还有本师释迦牟尼佛 对我们的爱护教导 也是依循他的教导 要有这个不疲不厌的精神 来去推动佛法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是一个责任 一个责任感 佛经讲的说 一个人若在利益佛法 对佛法做出利益的话呢 那么诸佛将会争取寿命 也是就是佛力的加持 宽如法师秉持佛陀的教导 以感恩心与菩提心 展现不疲不厌的精神 自立利他弘扬佛法 度化众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蕊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